旗油曾跌穿每桶30美元 波蘭特旗油曾跌3成1 见1991年波斯湾战争以来最大的跌幅 郭荣耳报道 石油输出国组织和非油组主要产油国俄罗斯 上星期五在维亚纳的减产谈判破裂 俄罗斯拒绝参与进一步减产 不同意油组每日额外减产多150万桶 外电报道油组最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 计划下个月大增石油产量 去到每日超过1000万桶 可能接近1100万桶 甚至可以达到1200万桶 而过去几个月 沙特本日石油产量大约是970万桶 沙特阿密向亚洲、欧洲和美国的客户 将每桶原油价格调低6至8美元不等 是30多年来最大下调幅度 国际油价上星期五受到减产谈判破裂影响大一成 星期一在亚洲交易时段跌势加剧 布兰特旗油低开超过一成半 跌幅随即再扩大 一度下错14.25美元 跌幅达到三成一 低件31.02美元 是1991年1月 美国攻打伊拉克以利最大单日跌幅 至于纽约旗油就最多下错两成八 曾经跌穿每桶30美元 高成认为沙特亚未减价是针对打击俄罗斯的原油销售 沙特现时形同牵起一场全面原油价格战 并且警告在价格战拖累下 油价下跪或者会跌到去过去20年来最低 甚至可能跌穿每桶20美元 NOW TV记者高宏仪报道 受到国际油价急跌影响 亚泰区股市普遍下错 本港股市亦见抛售 恒生指数低开1012点 石油股大幅下跌 林善逸布罗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正困扰全球 加上有国组织和俄罗斯减产谈判破裂 国际油价暴跌 美国十年期国债息率跌至半离的新低 恒生指数列口低开1012点 早段最多跌1121点 见近2万5千点关口边缘 见超过半年以来的低位 恒生指数对上一次开始大跌过千点 要数到2018年3月23日 主要是受到中美爆发贸易战所影响 有证券行的经纪表示 对港股大跌早有预期 见到中线投资者趁低及纳 我想如果再跌多些 那些人反而会害怕一些 现在暂时都是觉得预料中事 有些人认为是一个低级的机会 有些人也害怕的 因为你始终不知道疫情要发展到多久 我相信现在的低位吸引到中长线投资者进入 譬如我的客户今早都有些买 买回蓝炒 包括高盛 美银证券在内等将布兰特旗油预测调低 其中高盛股下半年油价在每桶40至50美元水平 中海油低开2成1 早段跌幅一直位置在1成6左右 中石化和中石油跌幅也显著 亚太区主要股市全线向下 截至本港时间上午11点 日本股市跌超过6% 日经平均指数跌穿2万点 澳洲和新西兰股市分别跌半成和3% 南韩股市跌超过4% 内地A股跌幅相对温和 上证指数跌超过2% NOTV记者林善仪报道 港大微生物学系港座教授袁国勇认为 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大流行 预料疫症不会消失 当七成人口因为受到感染而产生抗体 疫情才会缓和 何凯玲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扩散 港大微生物学系港座教授袁国勇指 多国都未能截断病毒传播链 预料疫症不会消失 要等到大部分人因为受感染 而产生天然抗体 疫情才会缓和 如果我们群体里面 已经超过70%的人都有抗体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算有病例 数目都会很少 袁国勇认为疫症在全球爆发 围堵策略意义不大 港府可以考虑要求入境人士 事先提交健康证明 如果你的地区爆料很重要 但再围堵没什么意思的时候 他便要求他们有健康证明 他先在家旁边14天 然后在他们那边 各个国家被验了 没什么 然后他才飞到香港 第二个方法就是他来到香港验了 一下机之后帮他验 然后要戴口罩全静 他说疫苗最快要一两年后才面世 他忧虑本港没有疫苗制造业 在其他地区生产的话 或者设出口管制 有机会有钱都买不到 Now TV记者何凯琳报道 行政会议成员林郑才说 目前本港的围堵政策 有可能会持续一至两年 以应对外国的输入国案 又认为为每日都有零星的国案增长 社会需要考虑如何恢复运作 例如局部复活 我们人口比较集中 以来感染会容易一些 但是另一方面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如果我们的措施做得好 其实我们是有机会围堵到最后一刻的 其实我们的情况 跟新加坡、澳门那些有相同的地方 可能我们教育当局好 或者学校都开始要想 我们怎样慢慢让学生回来 可能开手不是所有学生 可能是高年级的学生 甚至可能是一个可控的数字 泰国旅游局香港办事署 在社交网站专页表示 香港入境旅客需要隔离14天 但未有长情 泰国旅游局香港办事署 早上大约9点发贴问 说因应新型冠状病毒 疫情的最新发展 泰国政府将会采取更加严密的入境措施 所有中国旅客 包括香港、澳门 以及南韩、意大利和伊朗旅客 需要隔离14天 如果旅客出现相关病症 会即时转介接受检疫测试 贴文未有交据措施的实施时间和细节 详细安排要等到进一步更新 而泰国上星期刊献 将中国、南韩等列为危险疫区 当时就说不会对这些地区的旅客实施隔离 日本今天开始要求所有从中国 包括港澳入境的旅客隔离14天 部分航空公司陆续停飞 往返日本航班 机场的航班显示平常 有前往日本冲城、扎房、复庚等地的航班要取消 有前往东京城田和大阪关西机场的航班 就与其起飞 在郭泰航空的柜位排队的人不多 郭泰和郭泰港龙早前宣布 今天开始停飞往返东京雨田、复庚、名古屋、扎房的航班 而星期五会暂停前往成田和关西的航班 有旅客就表示到日本要隔离检疫14天 所以决定就由北海到改飞把离 因为现在要强制隔离 今天开始都没有了面签证 日本那边也有些确逞 所以也有点担心 日本除了收紧对中国包括港澳地区的人士的入境限制 你知南韩的旅客也受到相关措施影响 新措施在日本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开始生效 南韩一班游人村出发的客机 在今早8点左右抵达成田机场 机上只有8名乘客 距离下机后要前往机场检疫所接受检测 和填写新报表 负责检疫的职员都是穿上全套的保护装备 在新措施之下所有由中国 包括港澳地区以及由南韩抵达日本的旅客 以至到日本公民入境后 要自费自我隔离14天 当局又要求有关人士避免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尽量改搭私家车或者出租汽车 来往机场和隔离地点 离开机场之前就要申报 成座的交通工具资料 而在隔离期内 当局会每日检查他们的健康情况 如果有出现发烧等病症 会要求有关人士去到指定医院接受检查 措施最少会生效到今个月底 下期有其他疫情的消息 自主学习 远离人群 照顾身边人 生病与香港人同行 一起以哀离生 關節問題需要及早維護 FRC權威調查報告顯示 95%受訪用家認同 水一寶3D關節羊奶粉 有效改善關節痛 水一寶大一位 以凡購買指定產品兩件即向75折 快點來萬寧買吧 京都廉池暗姨TV告訴你 那我菌作怪怎算好 喉嚨痛、口干鼻气、頭痛發熱 就是感冒打敗中 引擁有金銀花、蓮橋、薄荷 吉耿等中藥成分的銀橋散 盡快消炎解毒,還不睏 感冒立即喝京都廉池暗銀橋散 流感黑星,一噴殺菌 BioM背達胺,轉來天然配方 經香港三大學府權威測試 有效殺滅流感病毒和多種病菌 安全可靠 實惠卓越屈臣史有壽 維多斯,黃金免疫力配方 特有維D,比你更強保護 當你健康受到威脅 踏車人多、困多 天氣忽冷忽熱,很容易病 維多斯,特有黃金免疫力配方 有維斯和星 還革命性加入維D 有助呼吸度健康,高級升 維多斯 外賣是這樣喊的 用Food Panda,一個手機應用程式 全公司7000間餐廳 任由你選擇 最快25分鐘送到 喊外賣,當然是Food Panda 還有超多精選優惠等待你 城中最新奇好玩的 娛樂樂錄即將架道 吳姑娘、吳榮薇 卻靈一扮貪玩的主持 發掘奇人意識 搜羅潮流滿意 走魂一看海,有遍東南亞 有甚麼事 新型肺炎 疫情持續在全球擴散 超過100個國家和地區受影響 南韓和中國內地的疫情放緩 但意大利和伊朗的確診和死亡個案 以大利單日新增 近1,500宗確診個案 累計的病例增至7,375宗 死亡人數急增至366人 伊朗確診病例增至6,000多宗 有194人死亡 美國病例增至550宗 有22人死亡 內地星期日增加確診病例40宗 比星期六單日新增少4宗 目前累計有超過8萬人確診 3,119人死亡 超過58,000人康復 南韓再多69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累計個案增至7,382宗 51人不治 疫情繼續集中在大休市和鄰近的慶上不道 並且再多一個人死亡 全國六成病例都與大休新天地教會有關 南韓和日本自凌晨開始互相暫停對方公民的免簽證安排 附日南韓人需要重申申請簽證才能入境日本 而且入境後要隔離14天 南韓同時收緊入境管制 對日本人進行三重入境審查 美國上個月因應疫情將對重災區大優勢的旅遊警示 提升至最高級別 呼籲民眾切勿前往南韓其他地區 而南韓其他地區維持在第二高水平 消息指華府已向韓方表示將不會提升對韓國旅遊警示 日本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病例 全國累計的個案增加至1,193宗 新增個案其中一名患者是神戶市冰庫區政府機關 一名年約大約40歲的女職員 當局已關閉政府大樓進行消毒 女患者在上個月18日 曾經度過大阪北區 一間小型的表演場館 而另外兩名新增患者 是來自內良縣的一名大約30歲的男性 和她未滿10歲的女兒 男患者在上個月24日和26日 亦曾經去過神戶市 女患者度過的同一間表演場館 懷疑出現群聚感染 法案本說 政府擴大加強化驗室監察計劃 去到所有私家診所和醫院 西醫工會會長楊超發說 計劃並非強制性 估計最多大約一千多名醫生參與 又認為計劃推行過急 在診所抽取被疫苗本也有危險性 我想為什麼太急了 急到我們都不知道什麼事 我自己打電話 親自打電話幾次都找不到資料 她沒有過參加方法 又沒有過電話的情況之下 我們無所適從 所以我們等著第二處的指令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討論疫情之下的支援服務 有議員擔心長者和殘疾人士等服務機構 在缺乏防疫物資之下運作 有機會爆發大型感染 幾百人的安勞院有這麼多員工 不要說那些安勞院的院舍的老人家 可能那些員工也不夠 那政府我知道很多那些 之前都說有些CSI的口罩 就會給的 即是新的那些 但是舊的那些就不知道去了哪裡 社署如何確保機構有足夠的服役措施 以免中心發生一些感染的事故呢 第三就是機構只是提供口罩 給那些負責照顧和訓練的員工 社署覺得是不是只是足夠呢 院舍其實他們自己都有一些的儲備 但是有一些的院舍 他們也都的儲備不是太多 所以我們上一次我們所派發了 那一百萬個口罩 可以暫時來舒緩到他們一些的需要 另外就是正如議員說 我們其實也有兩輪的 我們有特別的撥款 讓他們可以在市面上來購買 即是清潔的用品或者是厚口罩 好 開始回來會有其他消息 我已經在市面上 노래�ya 最負責的 還是最負責的 這個是天然的 daqui 我們會在市面上 也會有很多民主的 我們是整個金牌和訓練 多種病菌,安全可靠 實惠卓越屈臣史有受 三合一功能,高樂士家居消毒濕紙巾 髮髮的水分 清潔,保湿的系列 我是最重要的 如何洗手才對 首先,開水後洗濕雙手 接著雙手離開水源 加入鑑液 擦勻後擦出泡沫 開始洗手七色 手掌 手背 紙縫 紙背 拇指 紙尖 手握 擦手至少要20秒 洗擦後 就要用清水 徹底將雙手沖洗乾淨 大人介紹新聞 北韓再次發射短程飛行物 相信是延續連日來的 陸海空聯合打擊見證 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表示 北韓上午在鹹徑南道宣德一帶 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了三支短程飛行物 飛行了約200公里 高度達到50公里 不相信與上星期一及上月底的試射一樣 使用了大型多管火箭炮 是陸海空聯合打擊演習的一環 南韓軍方正密切監察情況 並且聯同美軍作進一步的分析 北韓上個星期一 從沿山發射了兩支疑似短程導彈的飛行物 北韓官方說 當日領導人金正恩 親自視察遠程炮步兵隊 火力打擊訓練 韓聯社引述軍方消息指 北韓自去年年中開始 最少5次測試多管火箭炮系統 而近日連串施射 相信是測試加快運作部署的時間 選舉管理委員會建議 9月立法會選舉 容許獎者、孕婦等優先投票 選舉會就立法會選舉的活動指引 展開為期一個月的公眾諮詢 因應去年區議會選舉情況 建議多個新的安排 包括是票站主任 可以作出特別的安排 方便70歲以上長者 孕婦和肢體傷殘人士投票 甚至是安排優先投票 選民領取選票時 可以查看自己的資料 會否已經被劃線 顯示有人已經領取選票 另外區議會選舉點票時 有票站因為問題選票起混亂 選管會建議限制觀看點票的人數 並且需要登記姓名和身份證 亦會考慮拍攝點票的過程 有需要時可以作為證據 對他們的施壓 不僅不合法 於是無補 只會耽誤選舉結果的宣佈 不僅不合法 上次亦發覺有些票站 很多人群圍著投票站主任 所以我們建議 因應每個投票站的大勢 我們設定公眾進來 去看點票的人數 亦可能要登記它的名字和身份證 市區重建局保育活化項目 618上海街保留建築物的歷史特色 並且引入社企餐廳以大排檔的形式經營 凸顯油麻地和旺角的文化 面對經營環境困難 市建局決定貶收3月至6月的租金 劉雯尼斯佛道 初初覺得自己不成功 但是客人稱讚我之後 就覺得成功很開心 面當主食員Carol 小時候因為意外導致左邊身勁亂 在這間來自新加坡的社企餐廳 廚專工作 餐廳有39個員工 九成是弱勢社群 餐廳為他們設置特別的煮食工具 和標準法的程序 方便他們工作 人家請那些普通人 有手入手 為何我會請那些陳鎮的 就是這樣 我想幫他們 我只希望他們有工作做 有家庭 你了解我不是幫那個弟弟 我幫那個弟弟的家庭 這個弟弟是個哥哥弟弟 這些人 我不是幫他 或者我幫他家庭 在殘障人士面試的時候 餐廳會了解他們的情況和需要 獲得6歲之後 會提供4個星期的培訓 之後根據能力 安排員工負責的工作 餐廳籌備的時候 遇上大型社會運動 去到12月4月 新型肺炎疫情又來到 12月底一、二月很辛苦 真是無事 沒有人來嘛 所以那次一天聚了 五千元、三千元 政府給你錢就好 不給你錢 你不能扣這個嘛 所以這裡的扣錢 你們過來吃飯 在這裡除了可以喝到一杯奶茶之外 也都可以學一些簡單的手語 和職員溝通 餐廳位於事件局保育活法項目 618上海街入面 項目保存了歷史特色 引入的食肆以大排檔形式經營 突顯油麻地和旺角的文化 事件局原先向餐廳 收取象徵式租金 面對經營環境差 局方改為免收3月至6月的租金 以支持餐廳繼續經營 NOW TV記者羅榮詩報導 字幕政策